市長你怎麼看白色聯盟說如果你出來選的話要你突出選舉補助款 這個我在車上的時候,我的助理在跟我講這個 我說我還沒宣布參選嘛,所以請他趕快去跟韓國瑜討籤 因為他是確定要選的嘛,所以你先把他的錢全部討完 市長你前幾天就是炮火很猛,你現在看起來就是聲量有回來 你覺得這一切有在你的掌握之中嗎 唉,這就是陰謀論,我只是做我自己而已 不要把柯文哲想的每天詭計百出一模很多 其實我就是很無招勝有招,其實我真的就是做我自己而已 因為現在有某平面的民調是做出你現在甚至已經反抄蔡英文,感覺是有效果 你就明講中國時報就好了,他就是引誘我出來選而已啊,那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你用卡達夫收你也知道 為什麼要引誘你出來選 你現在你這樣子小勝蔡總統的話,你覺得你會有這個機率出來選,這個機率高嗎 就是這樣啦,我們來討論統計學,就是這樣啦 統計學對群體有益,對個人沒有益,因為對群體有一個百分比 但是對個人來講就是1跟0,有做就100%的,沒有做0,所以對個人來講,他只有0跟1嘛 所以沒有1,所以對個人來講,你講那個百分比 就算他99%的,這個他沒做還是0,至少可以拿下2乘5的泛率的選票 唉唷,我跟你講喔,這就是我們台灣社會,每天都在選,都在想選,今天不是交通安全討論會嗎 市長你今天,你怎麼說會變成那個一樣 唉唷,我跟你講喔,這個 其實我每天講的話,就是我心裡面的,在媒體前講的話就心裡面的話 我相信喔,這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出來以後,對知識分子啦,我是說中間啦,就是統獨意識不是那麼強烈的 還是對這中產階級,真的每一個都很焦慮 周市長算上網的時候他說,如果就是那個,你出來選的話,國民黨如果沒有整合的話會給你很大的舞台 那您是覺得現在國民黨的局勢是怎麼樣,還是就算他們整合,對你的而言也是小菜底 這個再講啦,我覺得這樣啦,今天,其實我還是,其實基本上喔,我作為學者的成分,還是比政治人物的成分多一點 我常常都一直在思考說,台灣怎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面,這才是我在思考的 因為這個不解決,就好像香港那個嘛,他就一直抗議一直抗議,那個整個 我們英文叫Bank,V-E-M-T,Bank的叫排氣的意思,就是說你那個氣沒有排掉 他就是,這個警諜牙嘛,還是會繼續會出問題啦,所以這樣 我也認為那個韓國瑜出來,我猜整個國民黨高層,所謂知識籃、經濟籃,這兩個籃至少一定也是跟我一樣,焦慮得一塌糊塗了 所以你認同朱立倫講說,如果郭台銘出來選的話,國民黨就完了嗎 不過重點是這樣啦,重點是台灣不可以完嘛 國民黨完了,如果台灣沒有完,那還是可以吧 所以韓國瑜是吸不到經濟籃跟知識籃的票嗎 不過是這樣啦,單單,不過是這樣啦,這常常,其實現在局面就是,當然是啦,我講那個草包菜包,有時候聽起來太傷人 不過老實講那個就是,就是這些知識分子,中間分子,中產分子,心裡面在想的話嘛 你怎麼看反送中,昨天香港的警察疑似跟黑道聯手來毆打市民 從現在開始,香港每天一樣嘛,當那個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,就每天會有奇奇怪怪的問題一直浮出來 所以,不過是這樣啦,當然,我也知道中國方面指控CIA出手嘛 美國會說,這個是你們自己幹太爛了,反正是這樣啦,國際勢力免不了,每個人大家也會手會伸進去 但是真正的問題,我覺得是這樣啦,我每次講說免疫力好,就不怕細菌嘛 所以香港社會一定是有一個很不滿的地方,只是我們看看香港再回來想我們台灣,我們何常不是這樣